但接下來第三者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新聞 那也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 那我們焦點回到歐洲 那大家都知道台灣新政府要上台了 最近又熱門話題就是轉型正義 是 那歐洲那邊轉型正義 那個納粹已經太久以前了 那個戰犯現在也沒剩幾個 對 那歐洲這點談轉型正義一個焦點 就是巴爾幹半島 前南斯拉夫聯邦 四分五裂 四分五裂爆發內戰的時候 尤其發生在波士尼亞 因為波士尼亞它主要民族 他們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跟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水火不龍 所以當年波士尼亞內戰的時候 雙方爆發不但是戰場上的戰鬥 而且大量平民遭到殺害 結果上個禮拜就有一個 當時波士尼亞大屠殺 就是台灣觀眾比較熟悉 叫雪布尼查大屠殺 八千多人 絕大部分是穆斯林男性 我們以來造到屠殺的 當時的元凶 叫卡拉基奇 對 終於被聯合國的 人權法的刑事法庭 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 ICT1 判刑40年 也就是他是在海牙受審嗎 對 他在海牙 對 因為海牙最近對台灣很熟悉啦 因為菲律賓在那邊提出這個 菲律賓在那邊提出這個 今年夏天會有結果 所以這一次其實當時這個大屠殺是很大的一個醜聞 因為其實聯合國的維和部隊距離並不遠 巧得這海牙在荷蘭 當時駐守雪布尼查的維和部隊就是荷蘭 對 但是他們自己連自保力量都沒有 更別說保護平民 甚至當時的維和部隊還被追究 他們本身還有很多其他的犯行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先不談荷蘭本身好了 那這一次的定罪跟審判的過程大概是怎麼樣的 這個卡拉基奇他當時 當時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 就是信奉東正教塞爾維亞人 他們自己成立了共和國 我們簡單講叫塞族共和國 他其實他是受到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的權力支援 對 所以後來在波士尼亞境內犯下的種族屠殺 還有非常有名的塞爾維埔維成 對 塞爾維埔 對 那個將近四年 那個比什麼史達林格勒 比列林格勒的維成戰都還久的 那都是這個塞族共和國的 共和國犯下的罪行 那這卡拉基奇何取人也 他就當時塞族共和國的總統 等於三軍 塞族共和國的三軍最高統帥 那後來 後來雙方和談 塞爾維亞那邊推讓 波士尼亞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後 這下就開始逃亡 那一直到幾年前 才在塞爾維首都貝爾格勒落網 然後被送往 送往荷蘭海洋 開始受審 是 那他落網的隔年 當時 當時塞族共和國的參謀總長 就實際指揮部隊 實際 接受命令去做 調兵進入雪布尼叉 開始大開殺戒 那個叫姆拉迪奇 那個人也落網 那個現在也準備要送審 對 我想其實這個東西最重要的是 台灣可以參考的一個重點就是 這是一個所謂的轉型正義 even他不是在本國國內進行的 他是由這個國際法庭來執行的 但他還是追究了這個genocide 就是 種族滅絕罪跟實際上下令屠殺的這個罪行 就是你本國法院雖然不能做 但國際法庭可以做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很值得參考的一件事情 那後續應該這麼說 後續可能接下來 如果還要再有相關類似罪行的追究的話 恐怕會發生在中東 但是中東看起來很穩定 你想 阿塞德 小阿塞德 恐怕大家也拿他沒什麼辦法 那 不管怎麼樣 我想接下來我們還是繼續探討國際新聞 最近發生新聞很多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拜拜